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着我长篇所有美食 晚篇所有国家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酒吧新闻台 FM98.1超级玩乐大帝国第二小时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姚顺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时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特殊的主题旅游行程 现在在台湾各式各样的主题旅游行程都出来了 那么当然都是有一个玩家或是达人来带路 那么在7月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游城 是这个有行旅 那么好像是联合报的这个公司他们自己的旅行社 他们办一场特别的爵士主题之旅 带着大家去纽约 去深入这个纽约 去看看当地的这个爵士的文化 带队的人呢 有名了 爵士达人沈红源 他本身呢也是台北爱乐电台的制作人 然后也是台北爵士业 还有布鲁斯威利的节目主持人呢 而且呢得过好多次的金钟奖了 最佳流行音乐节目奖 联合报请他专门的来规划设计 然后亲自来陪着大家 带领大家一起去去去去到纽约去看 去看去体验那里的爵士文化 而且刚刚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跟老师聊了一下 他说我每天去不同的bar 然后去不同的live house 这有意思了 这个又有人讲解说明 然后又很棒 那么沈老师在我们节目现场 老师好 大家好 有大哥好 你是大哥你是老师 看到本人有如掏腰浆水的 真的吗 我现在像是个小粉丝一样 是不是这样子 来来来来 这个怎么排这个行程怎么带 其实这一次 七月嘛 对七月出发 对七月 这一次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 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去参加 在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爵士音乐节 它是在美国往上往北边再走一点 在罗德岛州的一个城市 叫Newport Newport 新港 对不是嘉义的新港 虽然我也曾经有提过案 就是希望能够在嘉义来做一个新港爵士音乐节 跟美国互相呼应 不过后来没有人理我 真的吗 对那想说 因为他们只想卖新港衣之类的 或者是黑马油还不错 对对对 讲到这个新港爵士音乐节 它是这次主要是要去欣赏这个音乐节 它是美国在户外办这种大型音乐节 户外啊 最早最早 它有户室内的 它也有户外 它是一个几天的活动 它是一个三天的活动 就是星期 对一个星期五六日 在每年是七月底 七月底举办 那因为 场地都固定 场地是固定的 那每年七月份在美国 甚至于在欧洲 全世界各地都在办爵士音乐节 所以在那个时候 好比说七月份 本来Newport 都在七月 对跟加拿大的Montreal 蒙特楼 对蒙特楼跟这个新港 都是在同一个时间 那不就要尬了吗 就是要尬 故意的 对 后来是方便这个音乐家们接场 对嘛 移动 所以这个就两边变成 七月初跟七月底 那错开来 让大家两边都可以去表演 都在东岸 都在东岸 OK 那也都在北边 这是美国最大两个爵士音乐节 北美 北美 对不对 那这个美国的 这个新港的爵士音乐节 它的特色是什么呢 它的特色 它其实最早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 因为新港是一个 美国很有历史文化的城市 那以前一些老的美国 铁路大亨了 股票大亨了 他们会在新港 就是买一块地 建一个他们的下工 夏天的时候新港凉快 一个resort 他们自己度假的地方 对 一个自己度假的地方 所以那边有很多这种 美国过去这种权贵兴衰的故事 然后你在新港观光的话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 我会把它笑成叫面线之旅 Mansion 因为一堆Mansion 然后是面线之旅 庄园 对一些庄园 豪宅 老豪宅 对 而且里面真的是比利堂皇 然后呢 现在看还是堂皇 还是堂皇 还是堂皇 因为有很多那种 家道中落的一些老贵族 他们没有办法附和这些 大豪宅的 费用 费用 最后是把它就捐给国家 或是基金会 基金会 对 然后委托 然后现在是变成 你可以买票进去参观的 他靠那个门票来 对 来维护 对 然后就会有解说 这一个家庭 这个房子的来龙去末 这些东西 对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真的吗 我跑到一个有钱人家 我会有相对剥夺感 也是了 也是了 就是怎么是 怎么同样是人 他为什么那么有钱 你可以笑笑他 已经家道中落了 那主要其实就是 主要就是七月份的音乐节 他是一个以前 一个也是相对来讲 有钱人叫George Wain 乔治维恩先生 他是唱片制作人 他是钢琴家 他是收藏家 他也是音乐节的创办人 他1954年的时候 在Newport 在Newport的一个叫做 Ford Adams 这个亚当堡垒 那当年反正大概也是 也是这个 这个美国独立战争时候 那边有一个堡垒 他有个大公园 那在那个大公园里面 他就会建立一个大舞台 户外大舞台 那个年代 对 在 当然不是在独立战争的年代了 而是1954年 1954年 那个时候开始办这个音乐节 每年都请 基本上就是当时 当时美国全世界最红的流行音乐大师 一线 一线 那包括什么路易斯阿姆斯壮 这些 因为阿姆斯壮等于是现在的天王巨星 Michael Jackson之类 教父 那种等级的人物 所以众星云集 全部都是最棒最红的当代音乐家 然后在舞台上面 大家一起表演 他怎么当初怎么会有这个idea来 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唱片公司的老板 老板 他也制作唱片 所以他办一个event 对 然后他自己 因为新港是那种 假设你有钱在那边盖一个下工的话 他当然需要一些其他的有趣的休闲活动 所以就在那边办一个音乐节 那现在新港每年在七月份夏天的时候 其实全世界各国外国人比美国人多很多 因为大家都是去 越迷 越迷也好 或者是你去新港观光也好 都在七月来 对 三天两夜的活动 从日到夜 对 从日到夜 白天晚上其实都有非常棒的表演 所以他的 比如说我要去Cat 我必须买一个pass 这个是一个 是daily 一日票还是 它是有套票 就是有套票 基本上就是一个three day pass 三天的 对 三天 就是你三天 反正你到新港租个旅馆 无限听到 无限听到 对 听到你爽为止 是不是 对 然后表演非常非常多 如果朋友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就是把Newport Jazz Festival当成关键字 你去找他们的官方网站 他现在今年的卡斯 已经都出来了 对 有很多 好比说什么诺拉琼斯 这些相对不是那么熟悉 绝学朋友可能都会听过的大名字都在里面 这个有一个意思 有一个我好奇的地方 就是说 他总有个座位 有座位区 会不会 HBGC区的 基本上在户外办音乐会的话 影响就不大 影响不大 而且多半你会去户外听音乐的话 席地而坐 其实比坐在 正经为坐在椅子上要舒服得多 然后旁边也有很多商店 你可能买个啤酒了 或者是 就去了 就去了 就是很随性 那同时在新港 他有一个叫做Tennis Hall of Fame 就是所谓的网球名人堂的一个 一栋楼 那栋楼里面 其实也有一个表演厅 是哦 那里也表演 有一些特殊的Event是在Tennis Hall of Fame 里面举办 那里面就是一个 是一个表演厅了嘛 你就是有观众席 这样的设施了 对 所以这趟您带着大家去 这个是个重点 三天两夜 对 三天两夜的话 你三天两夜都让大家在那里进出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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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你自己要去吃这个新一个栏区的好吃的海鲜之类的 那可能除非是早午晚餐 其他的你自己要付费 要处理 自己处理 早午晚餐我想在行程里面应该是有包了 早午晚 不一定 晚餐不一定吧 晚餐不一定 那没关系到时候就知道了 不是你做 这个行程 你只负责专业的部分 就是音乐的部分 音乐的部分 我很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爵士乐 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爵士乐 来 要不要先透露一下 你到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是个 我现在是个老初 我可不可以去参加这个行程 当然可以 我完全不懂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把我交到会就对了 对 你看 假设今天是去一个古典音乐之旅 天底下有多少人真的懂古典音乐 就听嘛 装装气质很棒 哇 这个音乐真好听 你不要把人家心里的话讲出来 爵士乐也是一样 其实我也不敢讲 我有多懂爵士乐 我大概就是喜欢他 喜欢什么 就是希望 喜欢爵士乐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他除了演奏旋律 这个旋律就是今天这首歌曲 你给我们上个第一课吧 趁这个机会 什么叫爵士乐 什么爵士乐 其实基本上你要我回答 你觉得是 就是 你觉得是 他有爵士两个字了 虽然字是不一样的 这个多谢上人 但是你讲得很清楚 我不是很明白 其实爵士乐它就是音乐 不过有趣的地方在于 他自由随性 自由随性 可是自由随性是奠基在这个音乐架构之上 他有一点像是 绝水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极性演奏 这个极性演奏 他也是根据着这一首歌曲 他的主题 节奏 和声 然后出去延伸 他有一点像是 这样讲大家可能会比较了解 就是也许大家以前参加过演讲比赛 演讲比赛分两种 比较难的是极席演讲 极席演讲 就是临时抽题目 临时抽题目 临时抽题目 这种就有一点像是爵士乐 因为你必须要根据这个 你抽到那个题目 它就是这个主题 可是你不能够偏离这个主题 然后你去即行发挥 我有 我从小到大 时常参加极性演讲比赛 我有一次抽到的题目是 从中人中意的连体型分割谈起 好难 好难 结果怎么发挥 就第三名 第三名 对 那前面两名是 你也晓得 我们从小到大 这个演讲都要套到国家民族的 也是了 对 我都还记得以前一定是先 这个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对 各位老师 还不是老师 各位老师 还要讲两次 我一次就好 好 所以这就是急性 但是它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架构里面 它不是乱飘乱来的 对 这就是爵士的一个精神 对 那其实像是一个 有的时候像是人生 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像 像姚老师是真的美食达人 我不是 可是常常我会想到说 好比说大家常常会过一成不变的生活 对了 然后你总是做你习惯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事 好比说你去中午吃个饭 然后你去自助餐 你永远 我不晓得大家想想看 你如果去吃自助餐 我懂你要讲 是不是永远都是挑那几样 对 就卤个豆腐 然后那种红红 红红的那种像早餐的那种 加了色素 那个我很爱 对对对对 然后加点青菜 然后你会发现你每天都挑一样的 差不多 里面明明几十种菜 对 但你就挑那几样 没错 其实有时候给换一下 很难 很难 对啊 没把握 就是走出那一步就行了 它其实也是一种绝碎的精神了 去尝试 对 后来爵士还分了好多的派别 对对对 小知系 对不对 最早的 假设要讲爵士乐 它最早还是来自于美国南方纽奥良 那当年是因为 美国就是等于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然后欧洲白人移民 然后顺便抓黑人过来当奴隶 顺便 对 这一群这个从非洲被买过来的黑人奴隶 在田里面工作 对 然后呢 很辛苦 因为他们是奴隶嘛 然后在田里面就慢慢慢慢的 有了一种 就他们宣泄情绪的方式 可能透过唱唱家乡的音乐 那唱家乡的音乐 旁边人听到的时候 有感觉 就是从非洲 对 非洲 然后就会有那种呼应 我听到家乡的音乐了 我也跟着唱 所以慢慢就出现了一种call and response 呼唤与回应 这个呼唤与回应 就是我call你 你response我 我电话拎了 你要围 这不是就像客家三歌 在删这一头 没有错 其实一模一样的道理 跟全世界所有的音乐的起源 它大概都是一样的道理 那甚至于也可以包括到宗教 到宗教 好比说在教堂里面 神父在 在舞台上面领唱 然后信众就跟着 跟着一起 发炉 大概是这样 是这样的 从这个地方开始 然后慢慢慢慢延伸出来 变成是最早期的纽澳梁风格 所以爵士的元香 故乡 是在纽澳梁 对 可是没有所谓的纽澳梁风格 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这些纽澳梁 当年在南方纽澳梁的穷黑人 他们想要靠音乐发财 在纽澳梁发不了财 你必须要北上到大城市 所以早期真正让纽澳梁出来的音乐 发扬光大的 其实是在芝加哥 在纽约 所以早年的像是 到东岸来 对 阿姆斯壮 路易斯阿姆斯壮 他都是在芝加哥跟纽约开始红的 然后大家好奇 你这个音乐好棒 我来自纽澳梁 所以大家才会说 纽澳梁是爵士乐的元香 可是真正发扬光大 真正能够听到最棒的爵士乐的这些 最多机会的地方 还是在美国东岸 在纽约 在好比说新港 爵士音乐节之类的 什么叫做最棒 最棒应该说就是最经典 像是在 因为这次行程还包括了 会在纽约待个几天 那在纽约当年就有很多 很棒的那种爵士俱乐部 像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一个叫做前锋村俱乐部 叫Village Vanguard 它是一个地下室 然后它是1935年就开门了 1935年 它是纽约目前最早的一个 还没打仗 对 1935年 对刚刚开始 美国还没参战的时候 对 那个那一间俱乐部开了 到现在还在 还在 还在 然后 老房子 对 十几年 他们在2005年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还特别去参加了 他们的70岁的一个 等于是这间店的 70岁庆生的一个 周年庆 70周年庆 你专程去 对 去年 感受 2015年 他们才办了80周年庆 所以那是一个很厉害的bar 它就是一个地下室 空间也不大 能够容纳的人 大概100个以内 然后就 也不是什么豪华的装潢 但是 它跟现在life house比起来是 那你看是哪一种life house 设备加进去了 设备加进去了 对 它是一个很有感觉的地方 因为 对我来说 它重要是因为 你听过的所有天底下 任何的爵士音乐家 他都有一张专辑 在这 这张专辑的名称叫 life at the village vanguard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乐民 你买了很多唱片 然后 哇 这个是vanguard的现场录音 然后你人在现场 在现场录的 他人就在现场录 如果你有机会到这个 到vanguard 这个地下室 你就会 哇 唱片上的人 全部在这边出现过 那就圣堂了 圣堂 因为对我来说 它有点像是爵士乐的枯墙 这个圣地卖家之类的 那种等级 所以我还第一次去的时候 很久以前第一次去 我很 就是 很蠢 我进去 因为是一个地下室 我想说它空气 应该是很不流通 我也这样 知觉的认为 然后这个 60年前 70年前 80年前 的大师 木头老房子 对 大师在里面 那些气息都还在 所以我只要深深的吸一口气 我瞬间 瞬间绝世乐 人多二脉就打通了 我当时 偏见到 认为是这样 然后我也很贪婪的 一直吸 总是觉得 总会吸到一点 对 那结果 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结果我就 现代化的设备 在里面了 对不对 那当然 这些现代化的音响设施 这些东西都在里面了 那我们平常 如果自己去的话 我们进得去吗 进得去 他就是一个每天会开放营业的夜店 简单讲就是如此 就是一个life house 可是都是大人了 对 不是这种青年青少年的 如果青年青少年 喜欢爵士乐的话 那当然也会出现 对 相对来讲比较难一点 不容易吧 老师 我请教你 就是说 爵士乐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哪 或是吸引你的地方 吸引你当年 花那么多时间去投入 去研究它 它抓到你哪一个部分 其实爵士乐对我来说 它就是一个态度 那这个态度 当然首先包括了黑人 他们如何借由音乐得到解放 因为黑人过去一直都是为奴 然后解放 从奴隶解放出来之后 那又被歧视 因为肤色 那他们靠着音乐 慢慢慢慢的力争上游 或者说从音乐当中得到解放 然后爵士乐强调自由 强调即兴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跟这个 也许在美国的黑人 他们一路往上的那种心态 是很类似的 那我也觉得像是在生活里面 就像刚才会特别提到说 吃这个自助餐的状况 也许可以踏出那一步 换换不同的口味 那或许像是 你今天这个早上起床 不管是上学或是上班 你也永远是一样的路线 那你也许可以换条路 今天坐公车 明天坐捷运 它就是一个变化了 我年轻的时候跑美食新闻 我每天骑摩托车 走不一样的路上班 对啊 这很多好 很棒的发现 就才能找到新的 要不然的话 你没有那么多材料 没错 其实爵士乐 它的概念就是一样 你一首歌曲 从起点到终点 就是你从家里面到公司 就不要 逻辑是一样的 就不要走一样的路 对 然后你可以即兴演奏 从起点到终点 它是这首歌曲的主题 就像是你这个上班 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主题 从家里面到公司 这样显摆的讲 我懂 去做一些即兴变化 你就会发现很多 很棒的新鲜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是 很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那我会把它落实到 我自己的生活态度 就是尽量去 你一样是一成不变的东西 但是你可以把它 从中做一些细节上的变化 做一些小变化 对 挺好玩的 我有个问题 一直到现在 爵士乐 还都是以黑人为主吗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来 老师跟我们来开示一下 我看好像也是有白人在唱了 对不对 好 待会 来我们继续跟爵士音乐的达人 沈宏元老师聊 因为在7月份 沈老师会跟联合报系的 有行旅他们的旅行社合作 设计了一个独特的主题旅游行程 带着大家去纽约 去参加新港的国际爵士音乐节 同时还会花几天的时间 在纽约 穿街走向的 然后看看当地知名的景点 当然了 这个不是只有爵士乐迷可以参加 如果你不懂 也可以趁这个机会 跟着大师一起去旅行 沿途老师就会跟各位分享 就像刚刚我在节目里面 请教老师 老师就讲给我听 这是第一课了 当然里面还有很多深度的学问 那么你可以在行程之中 甚至直接到 这个现场去看的那些 一线的歌手演奏团体 表演团体 老师会在旁边说明解释 上个阶段我就请教老师说 爵士乐它发源是从牛二良 然后是黑人 因为他们这个独特的历史背景 最早可能是抒发他们的情怀 然后得到了这个 call and response 然后得到了回应 然后慢慢慢慢延伸出来 但都是黑人嘛 其实并不一定是黑人 但是黑人表现得比较好 应该说这个音乐他们创造出来的 可是他们创造出来这个音乐 是奠定在已经有的音乐基础之上 也就是古典音乐 但是古典音乐其实是白人弄出来的东西 那黑人从这个 所谓古典音乐 他奠定了现代音乐的架构 他巴哈的这个 所有的反正就是所谓的乐理这件事情 那是白人奠定的 黑人从这个乐理上面出发 把他们的情感放进去 所以他们创造出来 爵士乐一个跟古典音乐 很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节奏 这个节奏呢 其实刚刚我不仅感受到 我们在节目回来的时候 进场音乐其实是非常swing 非常swing的摇摆乐 他就是很早期很棒的那种摇摆 大乐团爵士乐的一个概念 所谓摇摆乐就是swing 你可以随着音乐swing 就是摇摆 这个摇摆的一个概念在于 他大量使用切分音 这个什么是切分音呢 听起来好像跟这个 好像很深奥 他其实学问一点都不大 你平常打拍子拍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的时候你可能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你可能就是正拍 那爵士乐的切分音 就是你把重音放到反拍 就变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样子你就会有一个 就会有一个你听到一的时候 那种节奏的那种变化 听到一的时候嗯一下 不能打拍子 但是二的时候才打拍子 然后嗯啪 你就会觉得因为你嗯一下 然后再啪一下 你会身体就开始有个groove 有个啊 对有一个律动感 对对对对对 他就是用这样子的节奏 然后呢让你产生律动 他这个这个是爵士乐早期 黑人他们在玩这个这个音乐的时候 最跟古典乐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们非常非常大量的使用 如果这样讲话 照这样讲话 爵士也有乐理了 到后来慢慢累积了一些乐理出来了 那当然现在全世界很多大专院校音乐系 甚至于有爵士乐专门的去研究他 的学校 对 好有意思哦 嗯 OK 所以好 我们讲回来 新港音乐节 国际爵士音乐节的时间 当然就是大家在 那我们住住哪里 在那段时间我们住住住附近 一定要附近才方便 当然是在新港 因为新港它是一个地方不大 不大 地方不大 然后所有的旅馆啦 或者是都会是临近在这个表演场地 很集中的啊 附近的对 走路就可以了 原则上是了 好的 那这个行程还有什么特色 你要带团 你第一次带吧 当然 因为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能够跟大家 我不敢讲说我带大家 就是我跟着大家一起去 因为行程可能还是会有一个领队 对对对 旅行是要上 然后我可能就是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 所以我可能会有一些 因为表演太多了 在这个新港决心乐节 这三天的表演非常非常多 那哪些是值得听 那你总要 你总要归纳整理出来 当然 跟大家讲吧 对 当然我会就是挑出就是 你一定必须要听的 谁是必须要听的 现在要看整个行程 就是他们的schedule 完完全全的排定 之后我才能够去做选择 那不过我已经看到了 有很多那种 过去我只能够在唱片上面 看到名字的 一些大家 连你都 对 然后好比说像是一个白人 他是一个萨斯风手很老 叫Charles Lloyd 我看到他的名字 在这个新港决心乐节的 演出的这个名单里面 我就很兴奋 是 然后现在有一个年轻一辈的 黑人萨斯风手 叫Kamasi Washington 他也是在这一次的 表演名单之列 非常非常兴奋 真的 我就讲到这 我就又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爵士乐跟萨斯风 有那么深的链接 OK 其实这个说起来有趣 因为大家讲到爵士乐三个字 你可能会先直接先联想到的 就是慵懒的萨斯风 对 永恒的萨斯风 因为很多在我们以前逛唱片行 或者家里面有的一些精选集 可能就是浪漫的萨斯风之类的 对 可是萨斯风这个乐器呢 可能是最后一个进入爵士乐的乐器 是啊 对 很有意思的是 早期爵士乐南方纽奥良 那纽奥良我们会 我们先想到一件事情 黑人一定很穷 是 他们是奴隶嘛 是 那 口琴比较便宜 学音乐很贵吧 当然贵 我们今天假设要学音乐 弹钢琴 拉小提琴 贵的不得了 贵的不得了 那黑人 一小时两千五 怎么可能有 你说付学费付的血就算了 你还要买乐器 不可能嘛 对 所以其实那一群黑人 他们手上第一批乐器 说来也好笑 其实是当年南北战争 结束之后南军 啊 输了 军乐队留下来 军乐队的 所以早期的 纽奥良的音乐 他们用的是军乐队的乐器 大部分是铜管乐器 也就是小喇叭啦 伸缩号啦 很有意思 然后土巴号啦 这些东西 没有木管乐器 所谓的木管乐器 就是树笛 萨克斯丰这个乐器 那时候在早期的爵士乐 完完全全没有出现过 它真正进入到爵士乐 反而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1918年 当时有一个美国 南方纽奥良的黑人 叫Sidney Boucher 他的乐团在英国 做巡回演出 然后他在伦敦 就是逛街嘛 逛街看到一间 二手的乐器行 他自己吹树笛 然后他进这个 二手乐器行之后 看到一个长得 跟树笛很像 那什么玩意儿 不太一样 后来他知道 这个叫Soprano saxophone 高音 saxophone 然后他吹了 试吹了一下 他觉得这个音 因为树笛的音色 非常柔顺 非常优美 那Soprano 高音 saxophone呢 他的音色 相对于树笛来讲 比较尖锐 尖锐 比较尖锐 比较粗一点点 但是他Sidney Boucher 他反而认为 这种稍微尖锐 稍微有一点点 比树笛来讲 是相对粗糙一点的音色 比较能够呼应到 爵士乐里面讲的 那种黑人悲情的感觉 所以他买了这个乐器 1918年 那他还得练啊 对 但是因为他本身 就是树笛高手 所以你要转练这个 高音 saxophone 并不是一个太困难的事 所以他把这个乐器 带到美国 这是萨克斯峰 第一次进入到美国 应该说进入到 他在英国的 二手机买到的 买到的 再带回了美国 对 然后大家听到 真的耶 这个萨克斯峰的音色 的确跟这种 爵士乐里面 我们讲 爵士乐有一个 很重要元素叫blues 那这个blues蓝调嘛 那为什么是蓝调 为什么不是绿调 对 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红调 你黑人东西 你只好是黑调嘛 他这个蓝调 其实就是他们 透过音乐 把自己当奴隶的那种心情 透过音乐表达出来 那当奴隶 你不可能是很快乐的 一定是很blue 很忧郁 所以他把一个 就是把这种忧郁的东西 加一个s 变成集合名词 它变成是一种 来自黑人的 一种 应该说从黑人 出来的一种音乐类型 他就是用音乐 所谓疗愈系音乐 你用音乐 去抒发你的痛苦 这个后面 这个blues也是被定义的吧 后人去定义它的吧 对 当初这些自己在演唱 或演后人 其实没有 在 是后人定义 但是很早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已经 把他们的音乐 叫做blues 就已经这样叫了 对 就叫blues 因为我们就是一群黑人 然后生活过得很凄惨 我们的爸爸 爷爷们是奴隶 我们现在是被歧视 然后3K党 怎么样 反正就是透过音乐 去表达自己的心情 所以他们都是很blue 很blue 所以我今天来唱我的blue 就很自然而然的 变成blues 是这样子来的 好有意思 所以萨克斯丰不是 是最后进去 这个爵士体系里面的 一种演奏乐器 在爵士乐里面 那为什么到现在 他变成了 好像变成了一个 很重要的key的 其实也是有机可循 因为当年第一把 萨克斯丰出现的时候 他就是认为 萨克斯丰的音色 相对来说 更贴近爵士乐那种沧桑 是为了爵士而服务 创造出来的乐器 那当然不是 只是他的音色 就是觉得音乐家们 黑人音乐家们 觉得他的音色的个性 最有感觉 最有fue 特别有感觉 是这样子 所以最多 那最常用的乐器 是什么 爵士乐器 钢琴 基本上就几大乐器 钢琴 鼓 bass 萨克斯丰 小喇叭 大概这些 伸缩号 其实都有 那铜管还是多 铜管 相对来讲 木管的话 萨克斯丰 然后 树笛 还是很多人在用 我以为最早是口琴 口琴 吉他这个东西 最早 其实他是蓝调 他纯粹蓝调 当年 其实也是一样 当年一个老黑人 我没钱 然后呢 我这个 因为没钱 所以我小时候生病 生病没有办法去看医生 然后导致并发症 并发症之后呢 我眼睛看不见了 对了 所以早期有很多老黑人 他们的名字都叫blind 布兰德 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就是眼睛看不见的老黑人 那怎么办 我还是要吃饭呢 因为我本来我是个黑人 我是个奴隶 那我身体好的时候 我的主人才认为 我有这个 工作能力 劳动价值 那我眼睛瞎了 他也不会养我 但是我还是得 饭还是得吃嘛 所以我只能够靠 也许我靠音乐 乞讨 对 乞讨 然后我可能 街头 一把口琴 一把吉他 就瞎着眼 就坐在火车站 坐在十字路口 谈谈唱唱 某种程度的乞讨 所以这个是早期 拦掉走唱 音乐家 就是美国黑人 美国南方这一带 是这样子开始 街头艺人 然后这些艺人 也许后来 弹出一些地方性的知名度 慢慢慢慢扩大 就有人找他们来录音 然后慢慢慢慢 全国性知名度 全国性知名度就建立了 就有意思了 好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待会来老师跟我们讲 除了去新港的主要的展馆以外 其他的时间 我们在纽约 会带着我们去哪些地方走走逛逛 或是吃什么 你一定会推荐我们 对不对 我们继续跟即将在七月出发 带着爵士迷 或是有心学习爵士 认识爵士 了解爵士的朋友 一起到纽约新港 去参加爵士国际音乐节的朋友们 他会带着我们去的 沈老师 那么继续聊下去 继续聊下去 我们在除了那三天两夜 在那里 在那里一直听爵士以外 我们剩下一点点 包括就是会吃一些 就是新英格兰区 在这个新港 那边有生蚝 有这个干贝 缅因州的龙虾 然后有这个马里兰的蓝蟹 这些东西 在新港其实就是吃海鲜 是 对 在那边 缅因州的龙虾 对 我在鲁班面前弄大腹 没没没 我就分享一下 缅因州龙虾就是波士顿龙虾 他过了国境 到了加拿大 他就叫哈利法克斯龙虾 他都是一样的东西 OK 真的 缅因州龙虾跟波士顿龙虾 哈利法克斯龙虾 都是一样的 他都是龙虾 都是龙虾 不是 都是一个种 品种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种 好 这个 那剩下的时间 我们还要到纽约吗 纽约你会带大家去哪里 其实纽约最重要的行程 对我来说就是 非常非常多经典的Jazz Club 就像我刚才在第一段节目 提到的Village Vanguard 那Village Vanguard 飞去不可 飞去不可 一定得去 就是你如果是信徒的话 你一定要胜利卖家 差不多这个意思了 然后呢 在纽约有很多 那先定好 当然要先定好 好比说有一个 大家可能听过 叫Blue Note 蓝调俱乐部 然后呢 有一个叫做Bird Land 这个Bird Land 叫鸟园俱乐部 这个鸟园俱乐部的故事 很有意思 因为它叫Bird Land 鸟园Bird 这个Bird 它其实是 以前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这个音乐家 叫Charlie Parker Charlie Parker 有个绰号叫Bird 然后他是那个时代 最红的音乐家 天底下所有萨斯风手 他是吹Auto 中英萨斯风的 所以他也是黑人 他创造了一个 属于他自己的音乐风格 然后造成了一股跟风 天下所有人都在等 Charlie Parker的下一张专辑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吹专辑的话 我就不晓得该模仿谁了 他是那样子等级的人 太屌了 所以当时在50年代 40年代还是50年代 有点忘记了 总之就是有这个投资者 就希望能够借由Charlie Parker的名气 然后开一间俱乐部 叫Bird Land 就是鸟 这个菜鸟之家 那你要用他的名呢 对 然后那当然当时是同意了 所以就开了一间叫做Bird Land 这间俱乐部 所以这间俱乐部 在当年的美国纽约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俱乐部 很红的 很红 然后呢 也随着这个爵士乐 放着放着放着 后来摇滚乐出来了嘛 猫王啦 这个劈头啊 这些来了 爵士乐慢慢慢慢 等于是1950年之前 有没落吗 有 1950 简单讲 1950年之前 流行音乐就是爵士乐 那1950年之后 流行音乐是我们现在讲的流行音乐 所以他们曾经是流行天王巨星 主流 对 但是所以我刚刚讲说 猫王啊这些人出来之后 他们就慢慢变成被边缘化了 所以爵士乐慢慢起来 所以Bird Land这间这么夯的俱乐部 它也倒闭过 然后70年代重新开门过 然后又不行又倒闭过 现在又重新开门 然后是就是现在把它装潢成一个 相对来讲是比较fancy 我们去点一杯饮料 对 听表演 甚至你可以在那边吃晚饭 我相信这个行程上面应该有安排在Bird Land 鸟园俱乐部里面晚餐 然后呢 在那里是可以用餐的 对 然后听台上的人表演 那很棒 对 然后Bird Land就是 他当年这个 这个他有一个旗帜 他就是一个鸟园的 他是一个火鹤的一个图腾 然后下面写的Jazz Corner of the World 世界的爵士角落 这句话当年就是Charlie Parker 我刚提到的 这一个人他讲的话 就是反正就是他也是一个 非常有那种爵士历史意义的 的一个地方 那只是现在他把它装修成为一个 相对来讲比较潮 一个潮店一样 对 所以这个也会去 也会去 非去不可 对 然后还包括一个在中央公园旁边的 Lincoln Center Lincoln中心 Lincoln中心 我忘记几楼 四楼还是二楼 它有一间 也是一个Jazz Bar 也可以吃饭 也可以看 然后叫做Daisy's Coca-Cola 那这个Lincoln中心的爵士乐 也是非常棒 因为Lincoln中心 特别还有一个爵士乐的一个部门 有一个小号手 叫Winter Marsalis来掌管 这个是题外话 但是呢 这一间俱乐部 有趣的地方是在于 你是在楼上 然后呢 它的舞台的背面 就是大片的落地玻璃 所以你看着舞台 你可以顺便看纽约的夜景 所以那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venue 这个也去 也去 这一定很贵 还好 还好 因为在听爵士乐 在全世界 它都不会是一个 最昂贵的消费了 真的吗 不会啊 不会不会 如果是最昂贵的消费 那爵士乐手应该比 流行音乐家还有钱才对啊 可是并不是 爵士乐手其实都苦哈哈的 也对啊 这可是问题是 这些事情都是 太阳下山以后的活动 白天咱们干什么呢 白天的话 其实我会蛮想 跟大家一起去 在纽约 在曼哈顿有一条街 叫做52nd Street 第52街 那这52街 现在去看 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在过去 刚才讲的Berlin 刚才讲的一些很多 反正就是 过去爵士乐 最了不起的荣景 50年代 40年代的时候 纽约第52街 整条街 整条街上都是Jazz Bar 是啊 对 它就是一条夜店街 我们讲说这个 纽约叫做不夜城 对 The City That Never Sleeps 之所以会叫纽约不夜城 是因为纽约有一条不夜街 就是这条 就是这条 现在不是了 现在不是了 现在整个纽约的不夜嘛 那这52街 现在是变成什么 精品时尚的东西 精品时尚 然后它其实就是一个缅怀 就是我站在第52街上 那你得 那你得 那当然这就是我的任务 对了 让大家知道 这条街有什么了不起 谁出现过 那对啊 晚上听爵士乐 白天 那当然就是 也许设计行程上面 会让大家跟 去看一看林肯中心 看一看各个博物馆 之类的 那其实我还蛮希望 如果有机会 有设计到这个行程 我还蛮希望 跟着大家一起 我们去走走 这个布鲁克林大桥 走 对 用走的 Why 不知道 有feel 因为那个石头桥 其实很壮观 对 那条桥 其实很厉害 我自己走过一次 蛮累的 那给每个团员 搞一台单速车 就学了他们纽约的快递 来外观 也是 那也很有feel 我自己记得 自己上一次 整个走 从曼哈顿 一路 整个走 整个曼哈顿走 然后再走布鲁克林桥 走到布鲁克林 你一定挂着耳机走 然后最后 我就实在受不了 坐地铁回来了 太累了 真的 很有feel 所以这个行程 其实严格讲起来 就是全部都是 以纽约为中心 然后延伸到新港 到新港 就这样子 基本上就是 纽约跟新港 美东的绝世之旅 美东绝世之旅 对 一年就 也就这么一趟 也就这么一趟 下次你可以带大家去 其实一样 下次假设 这样子的行程 感兴趣的话 7月初 在加拿大的Montreal 对 Montreal的角色音乐节 现在也是全世界 规模数一数二的 它甚至于在Montreal 蒙特楼这个城市 它是音乐节的 期间 它是整个封城 是啊 因为它还小 对 反正就很有意思 因为Montreal跟 Newport 有一点类似 有吗 就是在音乐的文化 那一部分 其实是有点类似 歌手会不会演奏者 会不会高度的重叠 可能会 以今年来讲 那是当然 会 对 但是明年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批人了 对 以今年来讲的话 当然因为 两边一定会有一些合作 就是 那所以我们日期 稍微错开 然后我们音乐家 这样请 然后两边这样share 你这边演奏完 来我这边演奏 你为什么 为什么不去 把他们弄到台湾来弄弄 我其实有 之前我都有协助在台湾的 不管是台北的音乐厅的 夏日爵士派对 或者是在台中 台中的台中爵士音乐节 其实我协助 邀请过非常非常多国外的音乐 大咖的 对 大咖的 好棒 对 我希望有这个机会最好了 好了 但再怎么弄 可能还是直接飞一趟 到他们 那个文化感受不一样 对不对 那当然你到了 你不用虎穴 也应该胡子 又是blue blue虎穴 来这一套 好了 听众朋友 这个老师 他在跟联合报合作 联合报系 他们的有行旅的旅行社 那么跟老师合作了 美东的爵士音乐节 有老师陪着大家 一起在沿途 讲爵士的故事 分享他对这些音乐 还有对这些歌手 演奏家的这些认识 是一趟难得的机会 大家可以自己去联合报 他们自己一定有 他们自己的管道 重点是老师带队 相关资讯 大家我相信上网搜寻 都可以找得到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老师 到我们现场来 谢谢 拜拜